医学教育网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口腔预防医学 那口腔预防医学在大家的考试当中 所占的分值比例并不低 在职业当中会占到50分左右 那么助理当中也会占到30分左右 这样的一个分值比例 基本上是在我们10%左右的这样一个分值 这样的分值实际上大家可以算一下 它与我们说的其他的学科雅体雅髓 雅体雅髓就差了一点点 大概差到多少呢 雅体雅髓所占的分值也就是70分左右 那我们这个50分啊 差距并不是非常的大 而且口腔预防医学 它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学科 其中有一部分东西是你们熟的不能再熟的了 比如说八次刷牙法 改良的八次刷牙法 以及呢还有一些其他的 牙周病的预防了 然后我们还有窝沟封闭了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当然也有你们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 比如说流调 我们这些统计学的一些方法 这是大家比较陌生的 所以这门学科对大家来说 有些分值很好拿 有些分值不太好拿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课的目的 就是把好拿的分值牢牢握在手里面 不能丢 不好拿的分值呢 尽量的多拿一点 我们这样的一个50分 比如说以职业医师为例 50分我要求大家能拿到42分左右 助理30分至少要能拿到24分左右 要求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分值才能在你最后考试当中 让你通过职业医师或助理医师考试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就是我们说的口腔预防医学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预防 那么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临床 临床的医学呢实际上也不用去想定义 就是你病人来了之后 你给他看病 解决他个人的问题 对吧 这就叫临床 但是预防我们首先第一个目的不一样 我们目的是不让他得病 这是终极的目的 那再往后退一步呢 即使得了病 我们也希望他的病能够集中在早期 就给他解决掉 不要拖到晚期 这种都叫预防 我并不是拦在第一道门槛就算了 我往后面拦也算 那同时他针对的也不是一个一个的病人 他是什么呢 一个群体 包括大家熟悉的免费的窝钩封闭 对吧 针对的也是儿童 尤其是一年级到三年级这样的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个特定的人群 所以我们首先明白第一件事 预防他的研究对象是人群 终极目的是什么 预防这些人不得疾病 那如果说我想不得疾病 我首先就要对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 它的一些原因和规律搞清楚 说白了就是要知道什么呢 病因 这个疾病为什么会引起来 我只有把病因搞清楚了 我才能够针对它的病因采取一些措施 我们这就叫预防 所以我们首先要研究这个疾病 发生发展以及分布的规律 从而找到它的影响 它的因素 说白了就是病因 和它的预防的措施 和它的一些对策 最后我们对这个措施和对策 还要进行一个评价 从而达到我刚才说的 大家都不得病 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 这就是预防 那预防我们把它总结出来 这个黄字体的部分 是要求同学背的 你们把这个部分画上就好了 第一 刚才我们说以人群为研究对象 那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是整个群体的口腔疾病 第一个先得了解患病情况 也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 换取率呀 还有一些CPI的指数啊等等 这都是反映患病情况的 然后从而研究群体的预防措施 当然这些群体的措施 最后还要落在一个人 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以及个人的预防保健的方法 这是三要素 我再说一遍啊 群体的患病情况 先摸个点 然后呢 找针对群体的预防的措施 最终要落在谁身上 个人上 这是它的基本的要素 然后我们研究 预防这个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些规律 从而达到预防的目 预防它所能研究的内容 包括一些流调啊 取病 牙周病啊 其他的疾病 还有一些保健用品 像牙膏 牙刷 牙线 打冲牙器 这都是这几年发展出来的比较多的 以及一些像残疾人 儿童 青少年 老人 这些特定人群的保健方法 健康促进 健康教育 还有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 包括一些 这个感染控制 这都是我们口腔预防的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 基本上在我们后面讲的当中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涉及的到 所以我们一会后面 给大家去看 那重点的重点 在我们整个的前年 导论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 一二三级预防 这个一二三级预防 特别忌讳的就是 我死基硬背 一旦你死基硬背了之后 第一 你很难去记得住 第二呢 死基硬背之后 患了一个病 患了一种情况 同学不知道该如何划分 而且现在我发现 一二三级预防 是目前在讲课当中 最乱的一个 每个老师的观点 观念都并不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只有 仅仅抓住它的规律 你就有自我判断的一个意识了 那什么叫一二三级预防 我们想一想 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 对一个人来说 是不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首先这个人 应该是一个健康人 对吧 从健康人呢 往下发展 就该变成了有病的人了 有病的人这个病啊 我们简单的给他分了一下 分为病的早期 和呢 病的晚期 对吧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人这么去分 健康的 刚刚得病的 和病的 已经病到一定程度了 比较严重的 这样的一个三个阶段 这也是老百姓经常说的 说那个人得癌了 那个癌怎么样 说早发现 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了 说那还好 切了应该就没事了 说那个都不行了 全身扩散了 哎呦 那就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基本都是这样 一个三个状态 那我们针对这样三个状态 所采取的措施 分别对应的 就是一级 二级 和三级预防 一二三 对应上的 那么第一级预防 大家看 我们针对一个健康人 所采取的预防措施 这个人是健康的 我还没有得病 对吧 现在你一个病人到你这来 我还没有得取齿 我来问你 我怎么样不得取齿 你会跟他说什么 少吃糖 好好刷牙 定期来做检查 对吧 甚至你可以给他推荐说 局部用符 窝沟封闭 这些都可以 那你所有说的这些 实际上是在你了解疾病的病因的情况下说的 我们取病的病因 就是菌斑加食物中的糖产生的酸 所导致牙齿发生的脱矿 那符呢 能干扰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少吃糖就减少了糖的这个摄入量 对吧 我好好刷牙就减少了菌斑 这是病因很清楚的 但我如果换一个病 我问大家 如果说一个经常得夫发生口腔溃疡的病人 这样病人很常见 到你的这个诊室跟你说 大夫你告诉我 我怎么样才能以后不得这个病 你很难说 原因是什么 富贵的病因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针对医疾预防 针对一个健康人采取的预防措施 实际上就是针对病因的预防 我们因此又给他起名叫病因预防 包括我刚才说的健康教育了 好好刷牙了 窝钩封闭了 局部用符了等等 这些都叫做医疾预防 好我们看二疾预防 疾病的早期 咋办 赶快治呗 别拖着 对不对 老百姓都知道 好了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叫三早 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包括前去的充填 早期的 我们说牙周病的一些治疗 节制啊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二级预防 三早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如果想早发现 是需要什么 定期的口腔的检查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定期检查属于是二级预防 这是我们说的二级预防 我们把二级预防呢 又叫做临床前期预防 就是我们在治疗当中 比较靠前的 这样的一个预防措施 到了晚期了 那怎么办 尽可能的延长寿命 当然我说的这个延长寿命 可不仅仅是指的是 延长患者的寿命 那是指的口腔癌 还有包括延长 这颗牙齿的寿命 或者说这个牙齿 不行了 已经需要拔掉了 那我及时的进行一些什么 修复 那就像一些牙周的手术了 修复的措施了 等等 这都叫做三级的预防 所以我们要把它去动态的去看 来根据这个人 是针对健康人的 疾病早期的 疾病晚期的 我们分为一二三 这叫病因 这叫临床前期预防 这个呢 就叫临床预防 这就是我们三级预防 一二三级预防 年年都考 还没有哪一年把它落下来 每年都会考得到 对这部分同学 多做一些这样的练习题 来试一下 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 一二三级预防 重点就在这 抓住这个人的状态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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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